你喜欢喝这种饮料吗 小心这是全球连锁咖啡店推出这款 这个法布奇诺新兵乐被电源踢爆 里面居然有虫虫 生疼昆虫相信一般人都不敢尝试 但是爱喝星巴克的人可能早就在不知不觉中 把虫虫给吞下肚了 就是这个草莓口味的法布奇诺新兵乐 被电源踢爆淘洗的淡粉红色 竟然是用仙人掌的寄生胭脂虫 煮过日晒之后调出来的 一想到饮料里有虫虫难道还敢喝吗 虽然一般消费者似乎没把虫虫放在眼里 星巴克的发言人还是强调 用胭脂虫调色是为了降低使用人工色素 其他厂商的果汁里也有添加 如果您喝一样的 会对您的事吗 会对您的事吗 食物很不错 但每次一店铺放食物在食物 就应该被禁止了 现在最大的争议就是有没有标示清楚 因为整件事爆发的起因就是有电源不满 草莓新兵乐明明有使用昆虫 却号称只要加豆奶 吃奶蛋素的客人也能喝 不过幸好这款引发争议的音品 在台湾的星巴克并没有贩售 董内心友卢玉涵做什么的